冯小刚爆娱乐圈《潜规则》,范冰冰不做交际花,一辈子也别想拿奖! 冯小刚爆出娱乐圈《潜规则》,范冰冰等人不做交际花,一辈子都别想拿奖! 现在的娱乐圈中,冯小刚已经是这个圈子的著名的导演了,拍过不少的影视剧,也拿过不少的奖项,他指导的电影很受大家的欢迎,他捧红过明星也不在少数,所以就有很多明星喜欢与冯小刚合作。 其中的范冰冰就是其中的一位,由网友说范冰冰和冯小刚又说不清的关系,也受到狠索网友们的质疑。 最近的冯小刚也是站在了风口浪尖之上,他现在的负面新闻被爆出来还真是有不少,他和崔永元紧期的口水大战之后,两人一直是闹得不可开交,让冯小刚和崔永元一度成为了网上的热搜。 尤其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,冯小刚喜欢在各种场合在美女主角描描,所以就网友们纷纷猜测他们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的简单。 不得不说的是,在整个演艺圈中或者是导演在指导每一部戏时,都喜欢选择那些长相天然的美女,没有任何装扮看起来让人心动感觉的演员。 冯小刚做了这么多年的导演,她的选人风格是整过容的明星,她是不会用的,其实这一点在冯小刚指导的电影《芳华》里就可以呈现出来,这部电影的几个女主演,长相都非常的清纯很天然。 在这部电影中最让冯小刚看重的就是女主角描描了,冯小刚曾经在多个场合替她说话,并且还经常的夸赞描描非常的干净单纯,冯小刚这样的说法让很多网友质疑他们的关系不简单。 对于网友们的质疑,冯小刚竟然对外宣称,如果你当不了交际花,就永远都别想拿奖,现在一些获奖的人都是通过饭桌上的陪酒得来的。冯小刚这句话一出,立马引起了娱乐界明星的不满。 对于娱乐圈光鲜两立的外表背后引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,许多人都是说说就算了,走了一个,另外还会出现一堆。 永远也不可能杜绝,毕竟娱乐圈的水太深,面对诸多诱惑,很难有人能够把持得住自己。 大家觉得呢?